歡迎收看明報530 今天是11月1日星期五 萬聖節的翼日 今年的萬聖節似乎有點特別 一位印度大媽在萬錦市掃街立堂 看到大家嘩嘩叫 說這樣都行 另外有四百多位印度人士 就在當攤狂歡放煙花 搞到出動警察清場 這樣的萬聖節盛況 似乎真的比較少見 警察前日在奧羅拉市查案的時候 開槍打死了一個17歲少年的案件 有一區警察總長今天發表聲明 不過他不是說案情 是告訴大家警察工作真是很危險 經常聽到很多人的銀行存款 無端端就被人轉走了 問銀行銀行又愛理不理 導致投訴無門 今天開始情況可能會有些改變 因為設立了一個申訴專員 專門處理這些事 由今天起 加拿大人如果對銀行處理 個人遇到詐騙 或者帳戶服務感到不滿 可以向銀行業內設定的申訴專員投訴 由於陸續有銀行 包括皇家銀行 道明銀行 風業銀行 加拿大國家銀行 以及Tangerine Bank等退出OBSI 聯邦政府財政部在2023年10月下達指令 強制非牟利的OBSI作為各家銀行指定申訴專員 這項強制令 今天生效 接受公眾投訴的這個機構 是銀行服務及投資申訴專員 OBSI 若客戶向銀行投訴後感到不滿 可以向OBSI申訴 服務免費 這個機構處理 就加拿大人向各家銀行提出的申訴服務 部分加拿大銀行以前有自己的申訴專員 有投訴人認為這樣欠缺公穩 OBSI行政總裁布拉德利說 接受消費者申訴服務完全免費 調查完全獨立不受銀行影響 他又指出OBSI了解銀行制度 亦清楚監管規則 目標是要確保銀行公平對待客戶 對於近年越來越多銀行詐騙案 布拉德利說不少消費者 因此成為受害者 近來就有銀行客戶致電傳媒投訴銀行 當中包括都自動櫃圓機提款 但櫃圓機沒有鈔票彈出 但帳號被扣去款項 亦有客人投訴從一間銀行 將RRSP戶口轉到另外一間銀行 但未能成功轉戶 兩個個案都已經投訴達半年 儘管銀行都已成案 並獲銀行搭運處理 但最終都沒有合理解釋結果 公眾如果要提出申訴 可以致電1888-451-4519 或416-287-2877 電郵查詢 ambudsman at obsi.ca 我是瓦佳淨水 Michael Chiu 飲用清潔水 可以加速身體的新陳代謝 排除毒素 記得飲足夠和乾淨的水 首選一定是瓦佳淨水 昨晚晚星節過得開心的 不止是那群小孩 還有一位慢感事的印度大媽 這位印度大媽 不知她是不是家裡有很多小孩 而她又不放心讓小孩出來拿糖 於是她自己做代表 趁自出馬 她踩著單車 帶著兩個大袋 整條街上不斷掃過去 與其你說她去拿糖 你不如說她是納 她有多少就納多少 其中一戶人家用小碟放了一些糖 她一二三倒進自己的袋子裡 但她好像覺得那些糖少得太 浪費她的功夫 她好像不值得 於是她想了一想 看到有一排LED燈在那裡 她一定能一不做二不休 順手誘照 拿走 大媽呀大媽 萬聖節一次過拿了別人家的糖 你未必犯法 因為那些糖 人家都是預早派出去的 但是那一排LED燈 不是糖來的 不問自取 是偷東西 拉的 不過 這種拿糖的手法 又不是只有印度大媽才會這樣做 而是不分種族男女 不信 你看看 馬來 看 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百多人聚集在街头狂欢两个钟 令警察到场他们先散 附近居民见到他们这么疯狂在庆祝万圣节 令他们吵冤巴闭睡不着 于是便去报警 警察到场才知道 原来那四百多人不是在庆祝万圣节 是庆祝印度排灯节 今年印度排灯节的第一天 和万圣节是同一天 四百多个狂欢者 他们占领着灯打市西街及坑街的路口 有个目击者举报 这些狂欢者导致交通制塞 还放在烟花引起混乱 这个目击者说 在两个钟内 有些人玩响胎的汽车飘移 烟花就在汽车里噴弹出车外面 四百多人在汽车里走来走去 情况非常危险 持续了两个多钟才有三架警察到场 赶走那些人 警察好像只是想赶走他们 没有抓到人 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在市中心 因为市政府有附例 可以给那些取缔人员去执法 如果不用法律来阻止这一类行为 难道他们没有犯法吗 另外一个目击者塔尔博特说 当时有大批人在放烟花 搞到半夜两点多 他和现场的警察谈过 警察就告诉他 他们没有足够的人力 可以安全展开拘捕行为 塔尔博特说 这种情况令附近的居民 和早上要一早起床上班的居民 都带来巨大的压力 多多居民放烟花是有严格限制的 只是准备晚上11点之前 在维多利亚日和加拿大国庆日 才可以在私人地方放烟花 如果在其他日子放烟花 一定要获得特别许可证 否则可以被罚1000元 我是RD Uptown总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们拥有安省至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RD Uptown是你的首选 联邦政府大幅削減临时居民和移民的配额 唱权团体移民工人变革联盟预期 臨时海外居民几乎是没有机会 获得在加拿大合法居留的永久居民身份 这个团体认为 新政策会令到大量低身类别的临时居民 也就是外劳会变成黑市居民 留学生变成黑市居民的可能性会少些 畅畅他们有学历 能够去其他国家找工 加拿大现有超过300万临时居民 占加拿大总人口的7.3% 其中有超过一半临时居民 是持有留学签证的国际学生 和那些持有毕业后工签 已经加入劳工带军的国际学生 很多华人包括香港人 现在都是拿着工签或学签留在加拿大 希望申请到永久居民身份留下 现在在新政策下 大家真的要早点打算下 好像37岁 例如印度的萨拉尼亚 他在2021年持留学签证来到加拿大 在约克大学公道为其一年的数码营销文贫 毕业后他顺利在多伦多的一家银行任职 他透过快速通道移民系统的加拿大经验类 移民类别提交了移民申请 但在削减移民配额下 他可能要离开加拿大 因为快速通道移民筛选已经调整 优先挑选那些可以说法、月 和在医疗、寄工和STEM行业 有工作经验的申请人 这样导致那些希望透过加拿大经验类 移民类别提交申请的人 更难达到获取永久居民身份的门槛 四个警察前晚在奥罗拉市查一宗爆洩案 和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薄火 之后少年身中多枪死了 这件事看起来不像警匪薄火那麽简单 先是死者的妈妈昨晚说 她的儿子和她的前夫一起住在案发光眼局 事发时她的儿子一个人在家吃饭 那她怎会是爆洩匪呢? 有一区警方今天也就事件发表声明 不过声明里可以说是没有说到这件事发生的经过 有一区警察总长默克斯温在声明里应用 这一宗是一宗惨剧 并且显示出前线警察面临的暴力程度 是越来越严重 她接着继续说的都是警察工作的危险性 她说警员的工作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 变得越来越危险 过去五年里发生了952宗警察成为被攻击对象的事件 今年就有116个警察遭到攻击和嘔打 其中13宗还涉及武器 由于涉及警察开枪兼有人命相绑 特别调查组人员已介入调查 案中死者是17岁的拉希德 她的妈妈阿鲁克说 拉希德和她前夫一起住在事法的一间屋 当时拉希德一个人在家吃晚饭 她认为这的确是一宗入屋爆洩案件 不过爆洩匪徒就没理由是拉希德 因为没可能是自己入自己家里爆洩的 她说我的前夫家里是有枝枪用来自卫的 可能是有人入屋爆洩 拉希德就上楼上拿了枝枪 就造成了这次的惨剧 阿鲁克又补充说 她一直跟她前夫保持联络 但是前夫目前悲痛欲绝 没有办法开口说话 她现场附近的居民说 她们在星期三晚听到很多声音的枪响 之后她们觉得很害怕 一个邻居说一阵枪声过后 我们就再没听到任何声音 直到看到外面有警察 接着街上就传来更多的枪声 住在案发现场的邻居夫妇 当时不是家 但是回到家后 她们发现她的车和房子都有子弹车 车道上还有一支猎枪和一把大刀 看上来枪战似乎是发生在屋外面 而不是发生在屋里面 多伦多警方今天说 看图透过同安省服务署的员工转通 偽造虚假汽车登记号码 然后将偷回来的汽车在本地出售 警察总长大桥说 行动中拘捕59人 提出超过302项控罪 这项代号纯总码行动 行动中 巴布检获被盗汽车363部 涉及金额1400万元 被捕人士涉及多项使用艺造文件 和持有装物等罪名 带图用虚假的WIN 将偷回来的汽车出售给不知情的买家 警方提醒买家 扣车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份有汽车历史 好像Carfax的文件 如果售价有太大折扬 就要加倍小心 警方说 透过同安省交通厅合作 调查人员发现 有安省服务署职员注册虚假WIN的个案 你要用虚假WIN登记的汽车 再以大幅折扣出售给无介心买家 他们都在不知情下扣入塞车 安省服务署的同谋 用虚假文件令WIN看起来是有效的 因为用的是有效的WIN 用在塞车上 然后将这些塞车出售门天过海 调查人员 还从运往海外地点的货柜中 找回避道汽车 与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合作 并在比利时找到一个装有避道车辆的货柜 里的车辆正运回加拿大途中 大途希望借私还云将塞车在本地出售 在联邦运书部长呼吁安省 应更严厉打击 大途用虚假WIN出售塞车后 省府将会推出立法 违法登记虚假WIN号码 可以被判罚最高10万元 并面临半年和吊销駕駛执照半年 省府将会推出立法 打击大途用虚假WIN逃利 令不知情的买家堕入圈套 不知情买了塞车 警方拿回塞车后 各下就要为此负上自身的财务责任 多伦多市今晚最低气温是摄氏4度 明天最高气温是摄氏9度 大多伦多地区明天的普通无源 汽油价格无升跌 维持在每公升151.9 三名男子涉于九龙城潑水节 向警员和无线电视记者卸水 受审后被裁定乘警 和普通襲击共陆罪成立 今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判刑 辩方求情提到本案 特别在慶祝活动发生 裁判官陈志斐称 事主在众目睽睽之下 遭近距离卸水 无受伤但感到不舒服 法庭强调要保护公职人员 最终判3人割酬28日 被告是的士司机曾维成27岁 餐厅服务员叶家健28岁 和扎铁工人袁子健32岁 和被控于去年4月9日 在城南道襲击3名警员和2名记者 曾、袁被控襲击1名适应士 辩方求情称 曾维成并非全心激怒 冒犯警员和记者 只为YouTube频道拍片 现时已不再经营频道 辩方又指 那法官认为 叶家健态度合作 不会用玩乐来做藉口验识 而袁子健直认 玩到过了笼 他以为肢体接触 先构成襲击 本案有别于大规模暴力冲突事件 不是 不是在游行 集劫拒捕 当时亦非处于动荡的社会背景 法官判刑指 被告追上警员和记者射水 各证人没有明显的实际伤势 但他们的眼臂租近距离射水感到不舒服 有一定痛楚 法庭强调要令公职人员受到保护和尊重 法官引述法庭所索取的报告称 被告适宜旅行社服令 但襲警罪等 遂判监 考虑到本案不涉暴动 拘捕及划对抗 就每项襲警和普通襲击罪 以28日和14日为良刑起点 因应良刑整体性和事发经过时段 判被告同期执行刑期 保安局长邓炳强 年初曾于受访的时候 公开指香港记者协会无认受性 对任何人均为记者 香港记者协会今年2月 曾向通讯事务管理局投诉 指无线新闻台NOW新闻台 播放邓炳强相关言论的时候 未有寻求记协回应 或补充报导记协回复 记协透露通讯局不占纳投诉 认为两家电视台并未违反相关规定 邓炳强当日回应 为什么23条立法咨询不包括记协的时候 指记协不具应受性 举例指记协将13岁少年 满口粗言者 以及用镜头对着 侧琴内景 拼透品触者 都当成专业记者 无线电视台和NOW直播台 均有播出邓炳强的言论 记协投诉指 两则报道在直播转播报道前 未联络记协索取回应 而且在记协刊出回应后 亦未作补充报道 违反电视通用业务守质 记协引述通讯局指拒绝占投诉 指无线电视台 已在节目中交代内容属官员回应 亦未在后续报道中有评论 相信观众可以理解报道 只交代官员或当局的看法 而不会认为报道需要提供回应 而NOW直播台 节目的性质属于记者会直播 如实反映官员答问记者的现场情况 同样认为一般观众 不会认为需要提供回应 既协对通讯局回复表示失望 很高兴 工作为上 你以前不是这样吗? 我一直都是 因为我很怕没有工作 如果没有工作 我的心就会很慌 我很幸运地这两年 都是不停不停不停地做事 所以都是幸运的 事业外传两得二是吗? 最重要是事业 没有事业的话也不会有爱情 所以一定要有事业 你现在有事业 是不是有爱情? 事业打好了基础 我觉得我的基础还没找到 现在还要很努力 因为最近的《跟过梟红之缘崖》 大家都有留意到七爺 即是鼎欣的精诞演出 我觉得自己有点比下去 所以我唯有要继续努力 希望可以突破了一些戀外老的角色 做一些女强人的角色 很明明的了是不是? 是的 你是那个夫妻的博弈 就是女强人? 夫妻的博弈 你还要做什么? 验尸的博弈 对啊 做了法医 但是我的法医是比较可爱 是比较可爱的法医 也是比较可爱的 但就是比较可爱的 那时候做的时候 我都觉得是很开心的 因为很可爱 但是就是要做一个女强人 的话就难很多了 以前还没拍面子? 就快了 我猜这个月我不知道 我也没肯定 11月左右 我猜11月左右 之後就是博弈 看看我會怎樣 我都未知我會怎樣 但我就做呂強人 因為我之前一直都是 譬如美麗戰場 或者根葛梟雄 都是比較戀愛怒一點 雖然很可愛 但是也是時候要突破一下 我很開心 現在這個夫妻的博弈可以有機會 什麼不合照沒有 各有各忙 有嘛 哪有人在旁邊都是雞雞狗酒的 是嗎 哈哈 你們剛才有什麼接觸的 我看你們 是的 我們大家都有接觸的 所以私下就可以接觸嗎 私下沒有 現在大家都是做工作 真的有聊天 真的有聊天 大家怎麼都聊天 我跟很多人都有聊天 所以不是私下就不肯拍照 私下不肯拍照 合照都不肯拍照 我也這麼好 喜歡 我會吃一下 我可以拍照 positiv